前提是你需要加进来的话 那你就是再自行申请 可是至少啦 我好像上个礼拜跟各位讲过 因为我要确定说 你们到底是谁加进来 所以请各位就是说 如果你申请 你想要申请的话 请务必让我知道你的名字啦 OK你的名字 因为如果你没有给我名字 我说说我还要再自己去查 我不确定说 你是不是我们上课的选择 因为我这个是没有对外开放的 OK所以至少你让我知道一下 你的名字 OK你是谁 不然的话我就真的 如果当你们如果假设 你在申请的时候 你在那个申请留言的时候 有给我你的学号姓名的话 那当然我就直接帮你加进来 可是如果你假设 就是填写的资料不完整的话 那当然呢 我就没有帮你加进来 所以我看的蛮多 像这边有八个学员 目前我是没有把你们加进来 主要原因是因为 就是你给我的讯息 就是大概你只有让我知道说 你是上课的学员 但是你的名字没有给我 所以我不确定说你到底是谁 所以我就没有直接把你加进来 像这同学也没有留原因 OK因为我不确定是谁 因为假设不是我上课的学员 那我就没有帮你加进来 像这个的话是有名字 有名字我可能就直接帮你加进来 我确定说你是上这个课的学员 那我就直接帮你加进来 然后如果不确定的话 不然等一下如果你有申请 然后假如说你没有给我名字 要不然你待会就补在那个吧 补在讯息 也许你就让我知道说 某某某的email是哪一个 那我可以自己比多一下 OK那我就直接帮你打勾就加进来了 这样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每一次上课的这个 就是如果我假设有上完课 我就会把这个影片放在这边 那一样会提供一个完整的连结在这边 那你回去就可以重新再稍微复习一下 OK原则上是这样那这样 我也方便你们也方便 因为这个上课录影的部分 就是不是这个课程必要的一个内容 那但是我自己习惯是希望我能够 把影片录下来 然后你们回去可以复习 至少你比较不会跟不上 尤其是可能有一些同学可能 之前在尤其VBA部分不太熟悉的话 那可能会有跟不上的问题发生 OK好 所以这个部分待会 如果有时间你们再看 如果假设你有申请 但是你没有被核准的话 那是不是说呢 也没有加你的名字 那你待会就一起在讯息里面 让我知道一下 你的Email对应的是哪个名字 那我确定是上课的学员 我就把你加进来 大概是这样子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刚刚的就是中华邮政的这个正规化问题 那因为这边会牵涉到就是说 当然你以前的做法 有很多人其实就第一个大家会想说 如果我今天要把这六个范围变一个范围的话 那以前的做法可能就 第一个我先把第一列先删掉 这第一列其实不需要 因为将来如果这个正规化 其实理论上第一列一定是栏位名称 OK 那以前的做法可能就是什么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D1一直到E的最下面 最下面是Ctrl向下 那Ctrl向下是66 所以可能是D1到E的66 然后G1到这个G的到H的66 然后J1到K的 所以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下一栏 有没有 它的前一栏到下一栏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A栏的最下面 那当然以前是把它复制贴 复制贴 可是如果今天呢 你不希望涂法链钢 我当然不建议你一定要用涂法链钢 你会发现没效率 另外如果说你这个资料量非常庞大 比如说你可能有非常多个范围 然后你需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范围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OK 那这边的话呢 当然你第一个会需要学会的 因为上礼拜同学有问到 就有关那个Range跟Sales 其实这个理论上 E-Sales里面最重要的物件 我想应该这个Range应该是排在最 我想应该是排在蛮前面的位置 所以第一个你要了解什么叫做Range OK 那Range的话基本上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范围 复制到这个位置的话 OK 所以哦 第一个你要告诉他说 你的范围在哪里 当然第一个啦 你可以在这边 开Color里面Visual Basic 第二个的话呢 你们直接找到我们的专案位置 因为我现在开两个档 这个是刚刚那个档 我把这边关一下好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哦 我现在的专案应该是这一个啦 他的专案名称哦 理论上会跟他的档案名称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名称应该对这一个 那这边底下没有模组啦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写一个 我不用图法来看 我先要用那个VBA来写的话 第一步记得哦 反正你将来要写VBA的话 记得啦 有个简单 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啦 一定是开发人员 这一定要打开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Visual Basic 点一下 按右键 直接在这个专案上方 专案的任何下方位置 反正就是在这个专案里面的任何一个位置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就可以了 OK 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呢 这个模组除了会被产生之外 它也会自动帮你打开 那也就是以后我们写程式就写在这个位置 OK 反正这个很基本的吧 所以基本上 这个是第一步 开发人员 第二步的话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那再来的话就把 我们需要写的程式写在这里 那理论上呢 比如说我今天要怎么样 希望写一个 sab 写一个程式的话 理论上是sab 那你就打一个sab 开头 那这个sab名称的话呢 理论上我们也许给它一个名称吧 名称 等一下 我 我今天的需求是把 应该是D1到E E66吧 复制到我们的哪个范围呢 复制到A的最下面 最下面是66 那你要程式该如何写呢 其实蛮简单的哦 以后的话第一个 你的来源写前面 那前面记得用Range的方式来表示 那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用 这个Range里面 它的表示方法它有两种 一种是你可以用文字 一种的话呢 你可以用那个就是 哪一个位 哪一个出称格 到哪一个出称格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到E66 然后结束的话记得是双引号 然后刮扶一下 那也就是说我这个范围 我要复制到这里 OK 所以后面记得点一下 那来源跟它讲了 后面加一个Copy Copy的话就是它的方法 那方法你控一格之后的话 它会显示说 Distination 你告诉我你要复制到哪一个储存格 那习惯上我们 就是固定的位置呢 我用Range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跟它讲说 帮我复制到Range的A的 66的位置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完成 第一个范围的复制 当然你可以直接 执行它 执行的话上面有一个按 这个执行的按钮 按下它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结果 有没有 它基本上会把什么呢 把新竹市 新竹市 一直到哪里呢 一直到底下的话 应该是和平区 所以你可以把它 感受向下 和平区 所以它会直接帮你把 资料 复制到这个范围 这样第一个就完成 那你想说 老师那我第二步该怎么做呢 第二步呢 那你是不是 就是 一样的方法 G1到H的6 应该好像66 然后J1到K66 M1到N66 那P1 这个应该不是66 这个到60而已 最后一个是到60 那你分别把它复制啦 所以其实如果 假设你希望 把这个东西复制过来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Ctrl C 第二 总共有要复制五个范围到下面 所以你就是 再把这边分别改动 这边把它改成 D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再来就是gh 所以你就gh 那这个范围好像是一样的 点Copy的位置不一样 那也就是说这个可能66 那因为又再加66 所以这边也是 1… 1… 13… 132吧 OK 就是66再加上 这个66 然后Copy过来 那如果说再下一个的话 那理论上 就是在一样的方式嘛 你就再Copy 然后一样就是切上 等于是总共会有 这个… 5个范围要Copy过来 那就分别把这个 把它稍微更改一下 那理论上 我这一段程式码 已经写好了 在这边 另外最后一个动作 就是把 那个旧的范围删除 那就完成了这一段程式嘛 OK 那当然你们可以参考这里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试着打打看 OK 把它直接Copy到这边来 OK 那你可以看到了 这等于是132再加66 198 然后再加66 再加66 OK 那分别把 这五个范围 call到这个底下之后 那最后呢 再把这个范围全部 通通都把它删掉 所以D1一直到Q 应该Q66 把它删除 那删除的话 当然几种表示方式啦 当然你可以点 里面有个叫Clear 理论是清除内容的话就Clear Clear Contents 这个 这个OK 这个是一个方法 不过我比较习惯写的方法是更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把它清除的话你可以记来 因为清掉里面的资料另外一个写法等于空的 这样也可以啦 那两个方法比起来 这个比较简单 而且打的字比较少 所以 这个也许你们两个方法都可以参考 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 瞬间他就帮我把什么 把这三个范围复制到这个底下 Ctrl 向下 那你会发现 他整个就合并了 那并且把旧的资料呢 就帮我删掉了 OK 可是各位应该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虽然我们已经把程式写完了 但是好像这样的方式写起来 有一点不是那么的精简 为什么 因为其实理论上 这边如果假如说 我们把刚刚的那个 把它复原 你会发现 他好像有个规律性 比如说他这个蓝的话 应该是 比如说间隔刚好是三蓝 所以下三蓝 那我们如果说 如果要改的话 其实理论上是可以什么 可以把它写个回圈 再变更一下 不过这个待会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请各位先参考一下 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几页 第九页 就这一段 OK 其实就两个很重要的方法 尤其是这个点copy OK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遇到哪一个范围的资料 要call到哪一个位置 那你其实写这样就可以 特别是前面是范围 后面不用给范围 后面只要给哪个储存格就好了 他会自动帮你延伸出去 OK 那还有另外就删除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等一下的话 当然我们会再需要思考什么 如果我今天希望写个回圈 让他自动追踪好了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试一下